字幕 李宗盛 斬下硬一個星期 那麼開心的志秦你 我每次同親你做節目也這麼開心 你不覺得嗎 那我們不如一路七二十四都做節目 對著你 當然 你七二十四 我就七二十四 真的嗎 有什麼問題呢 跟台長聊一聊 但如果我們一直做節目 如果是搖一下酒杯會不會好一點 這個是當然最好的 可惜今天我們不可以在地坡室喝著紅酒 但今天其實我覺得很適合 春天過兩天才到 今天董地喝杯紅酒暖心挺好的 是 賞心樂事 賞心樂事 今天我高興請到這位朋友 Steven來到我們現場職業特工隊 因為他是一個純…持酒師 持酒師 持酒師 是 即是他的職業是持酒師 英文是wine consultant 但是他… 都consultant 不是 讓Steven解釋 因為他其實考過牌 不是wine consultant那麼簡單 我們請Steven和楊先生 和我們一起見面 楊先生你好 大家好 很高興來到我們現場職業特工隊 謝謝 今天來到我們的時間 當然要講解你的職業 剛才紫青也有講過 持酒師 是 施奉的事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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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師 施酒師是甚麼呢 以及工作是甚麼呢 這是一個qualification 不是一定跟職業有關的 不過很多人會利用身份 銜頭去做相關的職業 正式來講 他叫做示酒師 即是服侍別人喝酒的意思 這個法文叫做Somalier Somalier 即是Somalier Soma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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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 現時的正職 你會說得對 我一個consultant 我是賣酒的 所以我們說得好聽一點 叫做consult人 即是會介紹一下 譬如人家一間酒店 應該賣甚麼酒 需要甚麼在架上 或者在餐館那些酒牌 應該怎樣設計 即是說不單止只是紅酒 如果你說去上架 在酒店裡 形形種種的酒類都會有 沒錯 由硬酒到葡萄酒到啤酒 Focker都可能好幾瓶 這些都是入烈酒的 我們都有少少涉獵 飲酒就是自稱的強項 不是我喜歡喝酒 這不是我的強項 是很弱的 他喜歡喝杯種蜜 因為認識了Steven之後 是增長了知識的 可惜我左而入而右而出 我只知道 其實在Steven的學歷 Steven去認識的東西 他很喜歡和我們分享 所以知道很多 剛才Steven說過 這個行業 是你說用的qualification去做的 其實何謂用的qualification 才能夠fulfill到這個職業呢 這個是一個銜頭 證明你就要獲得某一些知識 經過考試確實了你有這些知識 然後才可以獲得這個銜頭 所以事酒師來說 譬如醫師或職師等 你都要上課 去讀書 去考試 由認證 可以認證有認證力的機構 承認你有這個身份 這樣 我們讀這個 所謂的事酒師 基本上就是 第一要學一下 葡萄酒的知識 然後接下來都會學一下 應該怎樣正式 在一張飯桌上 怎樣去事後人家 譬如針酒 那些禮儀 以前在歐洲來說 就是他們會有錢人家 會請一個管家 或者請一個人 專門負責幫他安排 一些葡萄酒 當他請客的時候 怎樣配餐 這個人就會幫他們 設計好用什麼酒 然後會服侍他們 到時怎樣倒酒 所以這個就叫做 是酒師 就是服侍別人 其實我很同意 Steven的講解 為什麼呢 很多人 譬如我和你 可能你不是 但有時候對自己 對酒沒有認識的話 喝杯酒而已 你明白我嗎 其實喝紅酒 是很有學問的 是 因為其實 如果你是一位專家 去喝紅酒的話 要配什麼肉類吃 要配什麼酒杯 要怎樣少少地放 倒進去 又不可以全部倒進去 平時你知道 我們這些年輕人 用紙杯被人罵 但有時候去餐廳 又未必喝 餐廳用水杯 其實當然在這個環境下 不能夠享受一支好的紅酒 但如果你真的講究的話 其實紅酒、白酒 每一樣酒都有基本的配搭 而才可以有那種味道出來 沒錯 因為Steven 因為他的職業 加上他所學的東西 和他吃飯是一種享受 因為他告訴你 應該配什麼酒 這支酒要流行多久 所以Steven其實 謝謝 教我們很多東西 有點誇張 其實我又想問Steven 其實是否你入行的時候 根本已經很喜歡酒類的物品 比如說讀會計的 當然是對數學很有興趣 或者做醫生的 當然是對解剖 對醫學那邊的常識 很想了解多些 做一位的試酒師 是否真的很喜歡喝酒 才能夠做到這一行 還是在knowledge裡面 要認識多些 你不需要一定說很喜歡喝酒 但是當然你要對這些行業有興趣 還有你的味覺要比較靈敏一點 還有要聞 還要記性很好 最重要是記性很好 因為是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酒 你要記性好 那你才學比較快 第一學得到 什麼地區 有沒有規定用什麼葡萄 第二 我現在喝這一杯酒 我三年前是否試過一杯酒 跟這個差不多一樣的味道 即是很有學問 或者是五年前 所以這些就是 不過你要在腦裡 要有系統的記憶 你便容易找出來 即是好像一個file cabinet 如果你是集聯無章 插一些記憶 你很難找得回 但如果你有系統的安排 你都會很容易找出來 其實我好像三年前試過一瓶酒 跟這瓶差不多 即是有很多categorize 你便容易找出來 但我在自己的認識當中 紅酒都挺複雜的 因為除了不同的地道之外 有歐洲 有其他地區 深度的地方 年份 味道 甜 辣 不知道 他們還要記上當年這個地方 那時候有沒有多乳水 有沒有乾旱 所以葡萄是否好 其實這些是否全部 在書本上讓你學回來 還是用經驗去吸收 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 所以知識的交流 越來越好 所以現在是比較容易 獲得這些知識 例如80年代 比較困難 你多數要看書 看雜誌 有些是定期出版的雜誌 就會介紹這些東西 要自己儲起來記住 但現在科技這麼好 就比較方便 上網隨時都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沒錯 上網都可以聽我們的 心機所有的節目 亦都可以聽我們 廣告客戶的心聲 沒錯 中文字幕 calida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